诶 你们没有发现那个 美国的国家跟我们亚洲的国家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对 有啊 像坦白讲我就是从小被打大的 一样啊 我也是啊 对啊 是为什么你父母会打你们 我就是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非常爱看电视 对 然后我可能他在播广告的时候 我的眼睛还是看着电视然后夹菜 可能有的时候菜就夹到地上 那你在该打啊 如果是我肯定是干什么 对啊 你刚刚在讲什么 我说干什么你 对啊 我爸爸就是这样啊 就一筷子就敲过来啊 那还蛮碰的 对啊 就是经常因为这些鸡毛蒜片小时爱揍 学习就更不用说了 就一定爱揍啊 那你呢 我也是被 就是没有说家常便饭 但是也是被打 然后也有被打的蛮严重的意思 怎么说 是我最后一次被打 最后一次 来 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16岁 高一的时候啊 然后就因为数学题 我爸就觉得我做数学不认真 然后就把我打到流鼻血啊 所以爸是直接揍你一拳吗 对啊 可能是拳头上来 然后不小心就 我鼻子太脆弱还是这样 然后就流鼻血 你还要拳头 拳头 拳头 可是那你妈 你爸不是吓傻了 我妈就很气啊 当时就是 那你爸当时应该非常内疚吧 对啊 第二天就从此以后 他都不许我提起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天写道歉信给我 然后到学校去接我 什么什么 但罗汉国呢 我 你男生应该更疲吧 对啊 男生应该更疲啊 那时候我们 考试有考七科嘛 国文 英文 那个数学 自然 社会那些的 每科 没有达到父母标准打 学校没有达到标准 在学校打 回家又被打 可是我还是觉得 是必 是必是要打的 我觉得是吧 虽然说我在美国就是 蛮多年 可是我觉得小孩 不管就是要打 像你看那个 如果在美国 他这样就是一直在看电视 然后夹菜夹到地上 美国人就是 哎 你要夹 好好夹菜 对啊 就是以礼服人这样 那他下次一定好爱在犯呢 你看他被打 他爸爸打了之后 我还是会在犯 那你 有点失败 没救 没救 可是至少你 你会怕 还是说你会趁你爸不在的时候 在这样做 就真的 就是心里会想 嗯 这个事情 我这样做会受到惩罚 是不对的 对 我有一个朋友 亲生的那个经历 就是 他的朋友 还有一个七岁的那个小孩女儿 女童这样子 然后他去上学之前 在这边啊 他就是还蛮坏的 他妈妈就气到 就是打他一把掌 打他耳光 所以说他这边就是有那个红红的这样 然后他就去上课 在美国嘛 然后他同学问他说 欸你脸怎么红红 他就 我被我妈妈打的 他就 蛤被你妈妈打 他就跟老师讲 老师说 蛤你妈打你 然后老师就报警 然后报警之后 警察就是找去他家 真的 对啊 他妈妈一开门 你打你女儿你家暴 然后抓死 可是我觉得不是说 爱的教育不对啦 只是 你知道有的时候 就是小孩子 你不停的叫他 他不去听 他还会有一点反叛的那种心态 我真的是看的旁观者来说都会很气耶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男女混合双打 就是小孩不听话的话可能拉回家就是父母两边齐开工 对 你们那边是这样吗 就是小时候我记得 其实我爸我妈打我分阶段 有一个阶段就是我妈常打我 有一个阶段就是我爸常打我 而且都打 然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妈打我可能就因为我不听话啊 然后就顶嘴啊什么什么 然后我爸就坐在旁边就是添油加醋 会啦 一定旁边会有一个在那里 然后打的人就越听越气 就更狠狠的打 对对对 没有耶 我们家就是我爸就是爱的教育 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他会劝我妈说 他觉得不要打 就是要爱的教育 他们孩子他们是听得懂 你跟他讲道理他听得懂的 你这样打他有什么用呢 我爸还蛮美式的 有些小孩子 你再怎么教他他还是不会啊 对啊 他听得懂可是他不会去做 他会很气耶 所以那你呢 罗汉国你家以前呢 也是这样双方都会打 双打啊 对啊 正常的 然后我妈还会翻旧账 你看一年级的时候 考到地狱七十分都双打 对一定会翻旧账 真的 翻旧账很痛苦 对啊 就是一件事情 从你可能小学犯的错 一直说到高中这样子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 原来台湾学校有没有 我们的老师也会 不能算是体罚 但也会有身体上面一定的小的称呼 现在真的讲究人权 讲究人权就可以流行到台湾 所以说 我好像听说我跟台湾 就是八十年代初的 就比我们大了五六岁的人聊天 然后他们说他们那时候的 体罚真的我听起来就觉得超恐怖的 对啊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就有了 不过比我们更早的又更夸张 就是我们在台湾那种桌子 就是那种木板凳 然后木板凳的衣服不是板凳啊 然后拿那个木板这么厚 这么长这么厚 这样拿来打你的手 打手啊 打手啊 好像就是亚洲的父母 都会在一定意义上支持这种 这种有效的提罚 对对对对 对是有效果的 他们觉得惩罚是必要的 对 可是如果你看 你想想看如果在美国 如果他小孩在学校被老师这样讲 那老师被告到 对啊 真假有效果 对一起这样 同龄 Solta o frango e vem com a gente